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真是喜当爹 说到这里 福明想到一个故事 有一大爷 退休在家 一日翻越相册 越看越不对 发现女儿长得不像自己 都当外公的他 才感觉女儿不像自己 于是 DNA一座 火炬 还真不是自己的孩子 老大爷愤怒地离婚 可他女儿 女婿 却还寄予他的房产 溥仪这事 差点就是这事的升级版 备修的皇帝 婉容大遭罪 1931年8月23日 文秀 因为首寡 受契 甚至是受辱 一怒门之下 公开与溥仪离婚 其实 原本溥仪选的是文秀为皇后的 后来太妃们嫌贫爱妇地说 文秀没有婉容气质高雅 而玄婉容为皇后 文秀为淑妃 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皇宫后 在三共论的发明者证 孝须古洞下 为了复辟复国大业投靠了日本人 福民补充一句冯玉祥把溥仪赶出皇宫时 淑妃手持剪刀想要殉精 故意文秀有了个刀妃之称 刚烈的淑妃反对溥仪投靠日本人 溥仪也就不给文秀好脸了 就连太监 宫女们也都狗脸看人低了 婉容虽然手寡 但至少不怎么受气 偶尔受气 也能把气洒在夏人和文秀身上 文秀忍无可忍 就把皇帝给修了 溥仪之好冷处理 私下解决 原因有二 第一 皇帝被修那是七尺大入溥仪 要做成是皇帝把淑妃给变为庶民的样子才好看 第二 皇帝有眼睛如果高调处理 万一刚烈的淑妃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 岂不是丢大人 尤其是他那隐吉 文秀一走 婉容成了受气痛了 因为在溥仪看来文秀的出走都怪婉容 加上 溥仪为了他的大业发愁 于是 把所有的气都洒到了婉容的身上 而婉容没有文秀那种刀妃革命的勇气 也就只能忍 忍忍 以至于性格变得阴郁 后来因为痛经而用鸦片阵痛的 竟然迷恋上了鸦片 而溥仪也就更讨厌婉容了 寂寞空虚冷的婉容 终于让溥仪付出了代价 被绿了皇帝 阴谋竟见鬼第二顶绿帽子 这个代价竟然是溥仪戴绿帽子了 溥仪再一次无意去药房的时候 发现 是为李体育身色慌张 而且 连嘴唇都红了 李体育忽悠溥仪说是自己嘴上火了 怕皇帝看得不舒服才抹口油的 溥仪只是感觉不对劲 但又不知道哪里不对劲 加上自己很忙 李体育说得搞笑 也就没放在心上 而李体育竟然连续抹了十来天的口油 可过了半月 溥仪和他的亲岁 还有侄子们 又是半夜三更去药房找机密文件 然而值班的是为李体育竟然脱港了 溥仪大怒力声喝汁 只见李体育慌里慌张地 从皇后的寝室方向奔来 自此溥仪才知道 到底哪里不对劲了 那是什么口油 明明是皇后的口红 李体育背 溥仪已经狠狠地打了一顿 这一打才知道 连李体育也是备胎 而且发现了一个惊天的阴谋 第一顶绿帽子 李体育是皇后勾引的 是皇后的情人奇迹中推荐的 而奇迹中也是溥仪的侍卫 因为表现过好 被溥仪推荐到日本军校学习了 奇迹中处心积虑的战友皇后 给溥仪戴绿帽子的原因 竟然是日本人的阴谋 日本人见奇迹中一表人才为人精明 就命令奇迹中勾点皇后 目的有二 第一通过婉容师姐 迫使溥仪肺后 而换上日本女人为皇后 这才有了奇迹中超乎寻常的表现 从而去日本留学 让李体育顶刚 第二 倘若溥仪爱于脸面 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不肺后 那也不怕 婉容怀孕后 只要是儿子 过几年除掉溥仪 让孩子继位 要知道 小傀儡比大傀儡好控制的多的多 阴谋坏路后 蒲仪果然打脱牙和血吞 给了李体育鞋银子 年走了 奇迹中也被开除了 蒲仪以为 这事算完了 谁知皇后真的怀孕了 而关于第二个目的 李体育也不知道 还好是女儿 不然汉睡了那么孩子 是李体育的 还是奇迹中的呢 答案是奇迹中的 因为奇迹中跟皇后的那些日子 就连皇后身边的嬷嬷 宫女 太监 都非常欢迎奇迹中 因为皇后见到奇迹中最开心 大家也想让皇后开心 皇后开心了 吓人们也好过啊 再说了奇迹中每次都给他们好东西 至于偷情的事 大家想都不敢想 因为大家想不到奇迹中会有这么大的档子 当奇迹中发觉皇后怀上后 就表现优秀的去了日子 前面说了第二个目的 李体育不知道 但溥仪知道 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当溥仪发现皇后怀孕后 非常生气 就想给他留了 可也没法留 因为发现的时候就晚了 再说了留了 不让溥仪出丑了 谁不知道溥仪有影迹啊 最为关键的一点 日本人也不让留了 那时也没必超儿啊 溥仪 一想 不让留了 还不是让小傀儡再替大傀儡啊 溥仪也不敢侮逆日本人 只能祈求上天 让溥仪生的是女孩 后来 竟然真的是女孩 溥仪大喜 第一可以避免 让小傀儡代替大傀儡 第二可以报复那个奇迹中害死孩子 女孩出生不久 溥仪对溥仰称大舅哥的保姆奖育孩子 就抱着那个女娲 投入了火炉里 可怜的孩子就化作了一缕青烟 有人说生男生女 日本人能知道吗 溥仪身边有一个奇迹中 难道就不会有其他奸细吗 发布发现都没用 杀了日本的奸细 溥仪也不会好过的 更何况 溥仪身边还有个地势御用挂吉刚安职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暗号 我永远都不需要你 我永远都不需要你